是疯了还是没疯呢 本篇课文呢讲了一个主人公 他家住在机场的附近 原本呢这个机场是建好 但没有投入使用 最近呢开始投入使用之后 大家可想而知 这飞机起飞呀降落呀 起飞呀降落呀 很多的噪音对吧 那很多人呢都已经被这个噪音赶走了 可是我们这个主人公呢 非常的坚定不移 就打定主意要住在这了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看课文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讲课文之前呢 首先咱们先处理一下生词 follow me给我读一下 第一个发疯 mad mad 原因 量some some 坚定的 determined determined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首先呢先来看第一个单词mad mad这单词呢表示意思是发疯的 比如说这个人真的是精神方面有一点点是吧 发疯的可以用这个词mad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词组 drive somebody mad drive somebody mad 什么意思呢 驱使某人发疯 那我就有疑义了 说这个drive这个词不表示开车吗 注意 它其实本身的意思就是驱使驱动 开车也是驱动一辆车呀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drive somebody mad 就表示驱使某人发疯 就是快把他逼疯了的意思 drive somebody mad 好 还有就是什么呢 本篇词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就是be mad be动词 加上一个形容词 表示出于某一种状态 比如说be happy 出于高兴的状态 be mad 出于发疯的状态 那本篇词文当中出现的原句是这样子的 everybody says that must be mad must be 这个是我们在第十七课当中学乎的用法 表示推测现在 注意must的形态动词 所以后面用动词圆形 所以在这里他说了 每个人都说怎么样呢 我肯定是疯了 推测现在must的be 加上词圆形 be mad表示出于疯狂的状态 注意一下这个词组的搭配 好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提供了课文当中出现的两个词组 一个是驱使某人发疯 把某人逼疯 只要somebody mad 另外一个呢 是表示出于发疯的状态 叫做be mad 好 那除了表示出于这个状态之外呢 我还可以强调一下动作 变疯了 就是原本没事 有一个动作的过程 就是从没事变到发疯的 可以用go mad 或者是get mad be强调状态 而go和get呢 强调变疯的这个过程 这个动作 所以注意一下 它词组是有区别的 那接着往下说 这个mad这个词呢 除了表示精神上 比较狂躁的这种发疯之外 它其实呢 也并不一定都表示这种 这个病态的状态 它可以表示这个人怎么样呢 是疯狂的 或者是非常非常生气的 还有就是什么呢 对某个事情非常的狂热 都可以用这个词mad 所以大家千万别一想到mad 就以为这个人有病了 不是这样子啊 有可能表示非常生气 非常狂热 总而言之呢 就是跟这个发狂 这个进入这样 这个癫狂状态有点关系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非常生气也可以用它 好 这是关于应该这个词 咱们在这下面这个词 risen risen这个词呢 请大家注意 比较这样两个词组 本篇课文当中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for some reason 哎有没有说话不对啊 risen这个词是可处名词 对吧 那为什么some 后面这个表示一些 这个risen没有加s呢 注意 这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哪呢 大家再看另外一个词组 for some reason 这个是对的 for some reasons 这个也是对的 为什么他们两个不一样呢 最主要的原因 出在这个词 some这个词上面 注意 我们也学过这个词some some如果表示一些许多 它后面要加 可数名词的服术形式 对吧 所以在这里 for some reasons 就表示因为一些原因 因为许多原因 对吧 但是如果这个后面 这个risen没有变成服术的形式 为什么呢 因为some这个词 除了表示一些许多 还可以表示某一个 某一种 所以在这里强调 某一个某一种 用for some reason 就表示因为某一个原因 因为某种原因 所以请大家注意比较一下 这两个词组都对 如果是单数 那就是因为某一个 某一种原因 如果是服术形式的reasons 那就是因为一些原因 许多原因 这样子都对 那还有一个词组呢 生活当中也能用到 for no reason 不因为任何原因 对吧 没有理由的 毫无理由的 for no reason 好 那接上来说下一个词 some这个词表示量 大家会觉得这个词太抽象了 是吧 给大家一个词组就好了 大量的 可以说a large sum of 比如大量的钱 a large sum of money a large sum of money 大量的钱 好 接着看下一个单词 determined determined表示坚定的 下定决心的 大家记住一个词组就可以了 就是下定决心去做某事 要用be determined to do something be determined to do something 好了 比如说本篇课文当中 这个人怎么样呢 这个主人公说了 I am determined to stay here 我下定决心要待在这 这就是传说中的钉字户是吧 好了 本篇课文的这个生词 我们就先处理到这 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课文 了解一下情况 我们稍后这个案件详细的讲解 好了 我答案件 Lesson 21 Mad or Not Aroplanes are slowly driving I live near an airport And passing planes can be heard night and day The airport was built years ago But for some reason it could not be used then Last year however It came into use Over a hundred people must have been driven away from their homes by the noise I am one of the few people left Sometimes I think this house will be knocked down by a passing plane I have been offered a large sum of money to go away But I am determined to stay here Everybody says I must be mad And they're probably right 我们在第十课当中呢 给大家讲过了一下 被动与态怎么样跟各种实态相结合 那本篇课文呢 除了复习这个跟实态结合之外呢 还会有个新的内容 就是怎么样跟情态动词 或者是情态动词的词组相结合 好了 这就是课文当中的主要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首先先来复习一下被动与态 我们之前在第十课当中给大家讲过了 被动与态的公式很简单 就是由b加down两部分来构成的 也就是b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 这两部分呢 各司其值 各自有各自的用途 还记得吗 他们各自都负责什么来着 而且我还给大家讲了一下 三个步骤就可以把被动与态写出来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先去确定被动的动作 对吧 被动的动作定了 就可以直接把它变成down 放在那儿 变成过去分词就可以了 那这个b是干嘛的呢 它负责来表示被动的时间 所以看出来了吧 两部分各司其值 对吧 那重点就在于这个b 怎么样表示被动的时间呢 咱们就得把这个b 给它变成对应的各种实态 这个就是重点所在 因为大家会发现 以前呢 我们写普通的主动的句子的时候呢 多半都是把这个动词 给它变成各种不同的实态 但是呢 被动当中比较特殊 动词已经被招走了 表示被动动过去的是吧 然后咱们这个b 来负责表示被动的时间 所以得把它变成对应的各种实态 难得难得在这儿 别着急 我之前在第十个当中给大家讲过了 咱们待会呢 也会简单的复习一下 怎么样把b变成各种实态 然后呢 还有第三个步骤 因为呢 这个被动语态 它作为被语动子 先不要碍着主语 对吧 所以它还有第三个步骤 就是要体现主语的单复数 根据主语的单复数 来确定这个b的单复数 应该怎么样来选 所以呢 大家以后再写被动语态 一二三三个步骤 然后就能够把这个被动语态 准确的写出来 好 那接着往下说 被动怎么样跟实态相结合呀 我当时给大家举了这个例子 记得吧 他每天被打 昨天被打 经常被打 是吧 好了 那在这些例子当中呢 大家注意一下 例子不重要 这个这个重要的是 记住这个实态的变化 每天被打 一般现在时 可以用什么呢 is beaten m is are 都可以表示现在 但是呢 主语是he 所以我对于选择一个is 对吧 然后昨天被打呢 was beaten 将来呢 will be beaten 所以这就是标准的 一般现在时 一般过去时和一般将来时的 被动语态 这个都不难 难得哪呢 难得这个 现在进行时的被动 is been beaten 还有现在完成时被动 has been beaten 因为完成时态当中 一般时态 过去现在将来都很好变 但是呢 进行时态和完成时态 会相对比较难 所以呢 要变成这种难一点的被动语态呢 我建议大家 直接把它当成公式来背 这个呢 我之前在第十课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多赘述了 所以呢 请大家注意 进行时态和完成时态的被动 一定要把它当成公式来背 好了 这是我们上节课给大家讲过的 被动跟时态相结合 怎么结合呢 就是把B变成对应的各种时态 就可以了 我就不多赘述了 本篇课当中呢 待会还会出现不同时态的被动 我们待会再说 然后呢 咱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被动怎么样 跟情态动词相结合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第十七课 十九课给大家讲过情态动词 记得吧 我在十七课当中 给大家总体说了一下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呢 基本上可以表示情绪 态度 可能性 对吧 比如说你像must 表示必须怎么怎么样 can表示能够怎么怎么样 可以怎么怎么样 对吧 再比如说will可以表示 将要愿意怎么怎么样 所以大家会发现 不同的情态动词呢 可以表示不同的情绪 态度可能性 而且呢 情态动词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用法 关键在哪呢 就是情态动词 不会单独用 它后面一定要搭配 一个动词的原型 所以呢 谁想放在它后面 必须得变回原型 那既然大家记住这个了 那咱们就来看一下 情态怎么样跟被动相结合 大家看一下 这句话当中 plains are heard 飞机被听见 这里很明显 are heard 就是标准的被动理探 对吧 那现在呢 我想把情态加进去 我说飞机能够被听见 那大家首先想一下 表示能够用哪个情态动词呢 我们可以用can 对吧 那有的人老我知道 那直接把情态加进去 就变成了plains can are heard 错了 因为情态动词往里一加之后 它后面的动词 就得对应的变回什么形啊 原型 所以不能再用are 得变回are的原型 那are的原型是谁啊 不就是B动词的be吗 所以这个句子就变成了 plains can be heard 情态动词 加上动词的原型 这样呢 情态动词加了一个be 就把情态和被动语态 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很简单吧 你想加情态加 那后面对应的 我变回原型 咱们俩就结合在一起了 好了 这是飞机can be heard 能够被听见 那接着往下说 我不想说能够被听见 我说飞机可能会被听见 哎 这个怎么办呢 可能可以 我也可以用may 对吧 还可以说plains may be heard 对不对 这也是可以的 好了 那如果说飞机肯定会被听见 非常强烈的推测 咱们在第17科学 我会用那个词啊 plains must be heard 所以看出来了吧 然后去我后面用原型 变回原型 就结合在一起了 好了 这是情态跟被动语态 结合在一起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那儿在课程中 还有一个难的 就是情态动词词组 跟被动结合 我们稍后再说 好 那咱们来做个练习吧 请大家看一下 这样一句话 这封信必须马上寄出 我问大家观察中文 有没有被子 没有 但是这句话 能用主动表达吗 这封信能主动寄出吗 很明显不能 这封信必须马上被寄出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 中文的语法要求并不严格 就是有的时候 这事是被做的 可能也不一定有被字 但是语语不一样 语语当中 只要这事是被做的 那么就一定得写成被动语态 所以记住 这句话虽然没有被 但是只要是被做的 那肯定要写成被动 那就写吧 那这封信怎么说 你们说老师我知道 this letter也可以 但是一般表达特纸 这个那个都一律 可以用一个小词 the letter the letter 必须马上被寄出 必须被寄出怎么说 必须 must 被寄出 即我们学过第三课讲的 send 先从被动语态 应该是 must be sent immediately the letter must be sent immediately 简单吧 请开动词一下被动 好 再来看一句话 天气不能被人们所控制 那肯定的吧 如果我们要能控制天气的话 那就好了 是不是 比如说你像我 特别不喜欢冷天 我就想说 调一下温度是吧 像空调一样就好了 那天气不能被人们所控制 怎么说呀 咱们先说天气能被控制 那肯定是被控制 be controlled 这能够呢 can 不能呢 can not 那天气怎么说呀 weather 合在一起大家有了吧 the weather cannot be controlled 被人们呢 注意被动 如果强调动作的发出者 用哪个词啊 by 我们在第十课讲过对吧 所以一个句子就有了 the weather cannot be controlled by people the weather cannot be controlled by people 注意这里特写 你可以用the weather 如果你不特写 就是泛指天气 那你可以直接说 the weather cannot be controlled by people 都可以 当然can not也可以缩写成can 一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句子 我们就说到这儿 那来吧 刚才呢 就给大家讲过了这个 被动语态跟实态相结合 复习第十课 然后讲过了一下 情态动词跟被动结合 很简单 就是把它变回B的原型 加上情态动词就行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一下课文 我们在课文当中呢 再去复习一下被动 首先先看课文第一句话 aerroplanes slowly driving me mad aerroplanes 其实就是planes 飞机 飞机怎么样呢 slowly driving me mad 好了 请大家注意一下 driving表示 是现在正在进行 slowly慢慢的 现在正在进行 这个飞机正在慢慢的干嘛呢 drown me mad 把我逼疯 drown somebody mad 对吧 那说到这个drown somebody mad 咱们先来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在第十四课当中 就给大家讲过这个单词的变化 原型是drown 过去是是jo 过去分词是driven 它是不规则变化的哟 原型过去是过去分词 不规则 你看它没加一底 对吧 而且它变成这个NG分词 是趋义的NG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呢 注意这个词组 drive这个词 我刚才在讲单词 是给大家说到这个词了 drive a car 其实drive这个词 本身并不表示开车 它的意思是驱动驱使 所以drive a car 驱动一样 是不就是开车吗 意思是这样来的 那在这里呢 drive me mad 并不是开车带着我走 是吧 而是怎么样呢 把某人逼疯 把我逼疯了 对吧 好了 所以这个drive表示 驱动驱使驱赶 都是它 我们待会呢 还会见到另外一个词组 叫做drive away 驱赶着 away表示离开 那不就是赶走了吗 drive away 表示赶走的意思 驱赶着离开 好了 所以注意一下这几个词速 飞机呢 正在慢慢的把我逼疯 怎么就把我逼疯了呢 看下一句话 I live near an airport 我住在机场的附近 and the passing planes can be heard night and day 这个经过的飞机吧 大家画上 can be heard 表一下 这个是什么呀 被动 be heard 而且can be heard 这是情态动词被动 表示能够被听见 什么时候被听见呢 night and day day and night 就是夜晚白天 白天晚上都能听见 是吧 这两个词调过来 翻过去 意思差不多 大家不用纠结 好了 接着往下说 那你说这人是故意住在那吗 也不是 the airport was built years ago 注意画上 was built 一般过去时的被动 是很多年前 years ago 很多年前见的 那肯定是过去呀 所以用was built 那当时用了吗 but for some reason it could not be used in 在这里再注意一下 for some reason 因为某一种原因 因为某个原因 我也不知道是吧 因为某种原因怎么样呢 it could not be used in 注意画上 could not be used in not be used 很明显被动 be used的被使用 加了个not 变成否定 没有被使用 could又加了个形态动词 形态动词 否定的被动 那有个老师 为什么用could be 为什么用can be used 因为这里说了一个then 在那个时候 也就是跟上一句话 搭配的这个years ago 许多年前 所以肯定要用过去 没有能够被使用 因此变成了could be used could not be used 表示过去 没有能够被使用 好了 这个也是形态动词 否定 再加上被动 好了 你想啊 那时候见了 但是没有被使用 对吧 然后怎么样呢 last year however it came into use however表示转折了 但是怎么样呢 去年他开始投入使用了 大家画上一个词组 come into use 表示开始进入使用 因为这个come into 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来进入到什么什么里面去 在这里呢 come into use 就表示来 进入到使用当中去 不就是开始投入使用了吗 对吧 那这个词组come into呢 后面还可以加上 其他的一些名词 表示进入到某一种状态 比如说come into stop 表示进入到停止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come into 就表示进入到什么里面去 也可以表示进入到某一个状态里面去 都可以用它 但是去年呢 开始投入使用了 好 接下来呢 大家看一下下一句话 注意提高警惕了 下一句话 是整本书当中出现的 最难的被动语态 没有之一哦 是最难的 像这个这么难的 全书当中一共就两句 这是一句 稍后大家在45个当中 还会见到一句跟他一样的 好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当时这个被动语态 over a hundred people must have been driven away from their homes by the noise over a hundred people 超过一百人 对吧 超过一百人怎么样呢 must have been driven away 注意先把这个词字画上 driven 原形是drive 刚才讲过了吧 drive away 表示赶走 驱赶着离开 那这里be driven 那肯定是被赶走 对吧 那我们说 前面这个must have been driven 这个位语动词也太长了吧 对 这个位语动词特别长 为什么这么长呢 因为它是这个 嫁接之后的产物 那咱们得把它拆开来看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在第17课当中 给大家讲过这个 must have done must have 加上过去分词 must have done 啥意思呢 表示推测过去 must have done 表示推测过去 对吧 那这个推测过去 再加上一个be done 这就是什么呢 推测过去的被动 所以你看must have must have done 表示推测过去 be done表示被动 那大家加接在一起呢 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产物 就是must have been done 这不就把两个东西 加在一起了吗 对吧 你看你要求过去分词 我把这个be done里面的be 变成过去分词 咱俩一结合 就变成must have been done 那啥意思呢 那意思也结合在一起呗 前一半表示推测过去 后一半表示被动 合在一起就是 推测过去的被动 好了 那怎么是推测过去的被动呢 首先大家看 超过100人从家里赶走了 注意不是主动 是被赶走的 所以确定了一下 超过100人被赶走的 肯定要用被动 对吧 这个被动我找到了 然后说这100人走了 我确定知道 人家就是被赶走了吗 也不确定 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测 对吧 而且他们走了 是过去走的 所以我是推测了 过去他们被赶走的 所以你看推测 我不确定 过去被赶走的 所以推测过去被动 这三个要素集合在一起 就可以用到这个词组 must have been done 注意 它是两者结合在一起 产生了一个产物 对吧 那我跟R 这个感觉好难推倒 对别推倒 你就把它当成公式来背就行了 因为被动以下当中 最难的就那么一个 就把它背在就行了 must have been done 就记住 三个要素推测 过去被动就OK了 好了 那我们说老师 这个生活当中能用到吗 生活当中呢 也能用到 但是相对来讲 用的比较少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 就以我为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丢过手机 反正我呢 是这个丢过不止一回 所以有这个惨痛的经验教训 是吧 我有一次在那个地铁站 这个听耳机是吧 大家注意啊 如果大家平时要坐公交车 坐地铁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 就是耳机呢 尽量不要听这种 带线的插在手机上呢 特别容易被偷手机 我当时呢 就是揣在这个兜里 然后这个兜比较浅 我在听着歌 正好这个地铁车来了 而一开门 我刚刚往上走 突然发现歌停了 我一看 这个线断了 然后一开始摸兜里 发现这个手机就没了 手机变成之后 我就四处好 四处找哪 他也没有 这时候我跟旁边一个大叔 借了个手机 我说您能接我打个电话了 我一打我手机 关机了 我刚才在听歌 一瞬间没了就关机了 那你想一想 那肯定就怎么样了 肯定就是怎么样了 大家一想就知道了吧 肯定被偷了嘛 是不是 大家看 我的手机肯定被偷了 我问大家 我看见了吗 那你想谁不傻 看见不就顾丢了吗 所以这只是我一种推测 对吧 那手机是不是丢的 是过去 而且怎么样呢 是被偷的 对吧 推测过去的被动 你看几个要素都有了吧 推测我的手机过去被偷的 所以我的手机肯定被偷了 咋说呀 就可以说 my cell phone must have been stolen 第七个学位这个词 steel 过去分子是stolen 对吧 那cell phone 注意手机 就是cell phone 这个cell表一个小的单元格 对吧 合在一起 小的这个电话 不就是手机吗 这是一个非常地道的说法 当然你可以说mobile phone 移动电话 但那个一般情况下 没有cell phone这个词地道 我的手机肯定过去被偷了 推测过去的被动 好了 再比如说我们一个同事 是吧 好不容易 这个不远万里 上完了培训课之后 打算回家 到了家楼下 一摸兜 发现兜落了个洞 然后呢 钥匙没了 那你说钥匙哪去了 一般投钥匙的少 除非他知道家门在哪 对吧 所以手机怎么样呢 肯定 这个钥匙肯定是过去被弄丢了 那可以怎么说呀 his keys 然后呢 肯定过去被弄丢了 must have been lost 被弄丢了 推测过去的被动 好了 那再比如说我说了 全文当全书当中 就两句对吧 还有一句在哪呢 在第45个 说这人钱包丢了 the wallet must have been found by one of the villagers 这个钱包怎么样呢 I推测过去的被动 肯定是过去被一个村民找到了 但是没有还给他 推测过去被动 就是这个 所以呢 大家记住了 以后呢 咱们在使用被动与态的时候 请大家记住 不要去推倒 比较麻烦 大家呢 直接把它当成公式来背 must have been done 就表示推测过去被动 所以在这里呢 超过一百人怎么样呢 推测 过去 被赶走了 从他们的家里被赶走了 被谁赶走呢 by the noise 被噪音赶走 注意强调被动的发出者 可以加上b 就可以加上by 再加上这个动作发出者 好了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超过一百人 肯定过去被赶走了 这个是最难的一种被动 因为这是情态动词的词组 跟它相结合 OK了吧 好了 我们简单说到这儿 那这超过一百人都肯定被赶走了 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测 对吧 那我怎么想的呢 我是这样想的 Sometimes I think this house will be knocked down by a passing plane 有的时候吧 我也认为这个房子怎么样呢 will be knocked down 换成一个词组 knock down 表示撞倒 敲倒 那这里呢 will be knocked 很明显 将来时的被动 对吧 有的时候也认为房子吧 将会被这个经过的飞机撞倒 将来时态的被动 又一个被动 I have been offered a large sum of money to go away but I am determined to stay here 好了 注意这个词 offer 提供 那提供了什么呢 a large sum of money 画上一大笔钱 好了 那这里这个提供 大家注意画上 have been offered 你看就知道了吧 be offered 被提供 have been offered呢 很明显 让大家背过这公式吧 have been done 现在完成时的被动 表示现在的之前背 我现在之前呢 被提供了一大笔钱 干嘛呢 to go away 注意to do 表示目的 让我走 但是呢 我下定性在这 讲单子说了一个词组 下定决心做模式 they determined to do 好了 那你看这两句话当中就出现了 将来时和现在完成时的被动 我呢是不为金钱所动 是吧 然后everybody says I must be mad and they're probably right 哎 每个人都说我肯定是疯了 是吧 推测我 觉得我现在疯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对的 所以你看这还蛮有个性的是吧 好了 大家看一下 本篇课文呢 就是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被动与态 对吧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就请大家回去认真复习一下 被动与态怎么样跟时态结合 怎么样跟情态结合 同时注意一下 本篇课文当中最难的一个 情态动词的被动 别着急 那个呢 其实不用重点掌握 虽然它难 但是使用的频率会比较少一些 大家了解这个公式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扩展环节当中 给大家接着讲一下 主动被动之间的区别和变换 好 我们待会儿和11课当中 给大家讲过了 跟情态动词和情态动词 词组相结合 除了呢 让大家学会写被动语态之外呢 还要让大家灵活的能够使用 主动跟被动之间的相互转换 而且能够区分他们的区别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就给大家拓展一下 主动被动如何互相变换 并且区别一下 他们的用法和送中点不同 然后呢 还有第二个给大家拓展的点 就是doing or done 也就是NG分词和过去分词 可以修饰名词做定语 这个呢 我们稍后来给大家一起拓展一下 那咱们首先呢 先来说一下这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 之前呢给大家讲过 优语当中的语态分两种 一种叫主动语态 一种叫被动语态 但实际上呢 没有专门的主动语态这么个东西 只要这个句子当中不是被动的 那么出现这个动词 它一定就是表示主动作 对吧 那怎么样能够把主动的句子 给它变成被动语态呢 很简单 比如说咱们对于这句话为例 He will repair your watch 它将会修理你的表 这是我们课文这个关键剧情 当中给大家的例句 我们俩来借用一下 He will repair your watch 它将会修理你的表 在这里 He 动作的发出者做主语 对吧 然后呢 将会修理 修理什么呢 后面这个动作的承受者 也就是宾语 就是你的表 所以他修理你的表 这是一个标准的主动语态 对吧 那大家看 在这个句子当中 主为宾 这个宾语呢 是动作的承受者 如果我一旦把这个宾语提前了 动作的承受者提前了 那么这事就可以变成了 被做 也就是被动的 所以在这里 如果我把这句话当中 这个宾语 your watch提前了 那这个动作 怎么变成被动呢 很简单呢 动作是修理 你就把它变成被动就完了呗 那关键是修理 be repaired 写成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咱们还要依据原句的实态 对应的选择相同的 这样才能够把主动和被动 意思对应起来 对吧 所以你看 你是will repair 将来时的主动 那所以我变成被动呢 也要变成将来时的被动 因此可以怎么写呢 想一想 可以变成 your watch will be repaired 就可以了 好了 那注意 如果你要强调被他 你还可以在后面加上by him 借次by强调动作的发出者 注意借次后面用binger 所以用了him 好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发现了吧 主动想变成被动 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动作的承受者 宾语提前 然后呢 把这个动词的实态 照样的变到被动与态当中 就可以了 your watch will be repaired by him 注意 变成被动之后呢 我也可以不强调是被他修的 我直接说your watch will be repaired 也是可以的 就可以把它去掉 好了 所以第一件事就给大家讲完了 主动怎么变被动 就是宾语提前 然后动词变被动之后 遵照一样的事态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主动变成了被动之后 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大家会发现 他其实说的同样一件事 都是一个表被修理这个事 对吧 但是虽然说同样一件事 主动被动的强调 侧重点是不同的 主动当中 大家都知道主语最开头的 肯定是要重点强调的 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 主动的句子当中 he will repair your watch 主要强调的是这个who 谁会修你的表呢 就是他 对吧 那再看第二句话 your watch will be repaired 说明说谁修 没有 他就只说了你的表 这个事 your watch will be repaired 所以大家看起来了吧 主动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突出主语动作的发出者 而被动当中呢 我们主要说的是这事 也没说被谁修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起来 主被动强调的程度也不同了吧 好 所以呢 我之前就给大家讲过了 被动与态 其实在英语当中 使用的非常非常多 为什么呢 因为英语当中 在描述很多事情的时候 都愿意用这个客观的事物 这个事情作为主体 来强调这个事 而忽略掉人的因素 因为事做主意 就显得更客观 所以大家会发现 被动当中 把这个事提前了 主要就是为了 突出这个事 来体现客观性 这个我们在写作当中是会用的 所以大家体会一下 主动突出谁做 对吧 被动呢 突出这事 被做了 所以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好 那我们再来编一个句子 他们必须测试一下 这个新车 对吧 那大家看 他们测试车 很明显标准的主动语态 那怎么变成被动呢 我刚才讲过了 把谁提前呢 被动作的承受者提前 被测试 对吧 那被测试怎么说呀 被 tested 别忘了 把原来这个结构翻过来 你原来是什么实态 我就用什么实态 你原来是什么形态 我也得用什么形态 你刚才用的是 必须测试 那我这得变成被动呢 就变成必须被测试 那怎么写呢 this new car 然后呢 must be tested must be tested 当然以后面可以加上 by them 被他们也行 不说也可以 对吧 好了 那大家看一下 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侧重点不同吧 第一句话侧重强调的是 他们测试 而我们在变成被动以下之后呢 不说谁了 只说这个车要被测试 最突出强调的是客观主题 好 再来看一个句子 I can't find my bag 我找不到我的班了 那班哪儿去了呢 someone has stolen it 有人偷了他 是吧 好了 注意后半句 有人偷了他 那换句话来说 就是他怎么样呢 被偷了呗 所以应该是用it来做主语 那被偷了 be stolen 还得遵到原来的时代 现在完成时 那现在完成时被动怎么写 我们给大家给我公式吧 have been done has been done 所以应该是 I can't find my bag 然后呢 it has been stolen 他肯定怎么样呢 他现在的之前被偷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两句话 第一句话出出的是人偷 第二句话出出的就是这东西被偷了 所以大家记住 主动被动 最主要的区别在主动 是动作的发出者为主体 而被动呢 主要突出强调事被做了 而不强调人的因素 而且别忘了 怎么主动被动变换呢 就是动作的承受者 便利提前 然后仿照一样的时态 情态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主动变被动 我们就说到这儿 那接着往下说 本篇课文呢 再多给大家补充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呢 实际上以后我们也会讲到 但是呢 我们在前面先给大家铺遍一下 方便大家好理解 对吧 这个doing和done 注意 以前呢 我们是经常在 谓语动词当中 见到doing和done 也就是说这个动词 一般都是在句子当中 做谓语的 对吧 以后我们大家慢慢就会学到 这个动词 其实除了在谓语动词当中出现之外 它其实还有其他的用途 可以不做谓语 比如说在本篇课文当中 这个doing和done 就不做谓语的 他们是干嘛呢 他们是修饰名词的 修饰名词呢 在英语当中 还有个专门的术语 叫做定语 我为了怕大家不好理解 我就先把它都写在这 doing done 修饰名词 挨在名词旁边 没作谓语哦 做什么呢 做定语 修饰名词都叫做定语 大家先简单的了解 术语不重要 不用就行啊 来那说过来 那咱们来看一个例子 大家就能感受一下 有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看这句话 passing points can be heard night and day 我在课文当中没有突出强调 我们在这里说 passing points 大家看 经过的飞机 夜晚和白天都能够被听见 对吧 那大家发现没有 这里这个passing points 很明显 pass 没有多谓语动词 因为这句话当中 有谓语动词 can be heard 对吧 那这里面这个passing points passing是干嘛的呢 它是修饰这个名词 points 修饰这个名词 来限定它的范围的 飞机 什么飞机啊 不如所有的飞机哦 是经过的这些飞机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 为什么修饰名词要做定语呢 因为定语定语 就是你修饰了这个名词之后 相当于把这个名词范围 给它限定下来了 不是所有的飞机 是经过的飞机 这里这个passing points passing 就是修饰名词做定语的 好 那再来看一句话 也是我们本篇课文当中的 大家有发现新的那次 就好在这 想想什么呢 把它想到的排位在一起 I am one of the few people left 在这里 我是少数人之一 什么样的少数人呢 left 被落下的少数人之一 因为那些都走了嘛 就怕我留在这 留在这对吧 所以在这里 left 修饰的是人 被落下的人 因此它也是修饰名词 限定名词的范围 叫做定语 好了 所以在这里呢 跟大家先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以后 大家如果遇见了doing和done 它规定非要做微语动词 它也可以做其他的成分 比如说修饰名词 做定语 对吧 好了 那咱们再接着往下说 咱们刚才感受了一下 修饰名词 经过的飞机 被落下的人 是这样的吧 那咱们接下来详细的说一下 他们修饰名词 有什么不同呢 分别表示什么样的意思呢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呢 doing修饰名词呢 通常表示什么呢 通常表示的是主动 或者是正在进行 doing表示主动 或者是正在进行 比如说你看这个词组 passing planes 它不是被飞过去的吧 它是自己飞过去的飞机 所以是主动 而且强调正在飞过去的飞机 可以用passing planes 所以它可以表示主动 或者是正在进行 好了 再比如说 咱们在三述 可当然会见到上一个词组 awaiting car 一辆正等在那的车 而且也是自己等在那的吧 所以是主动 或者是正在进行 awaiting car 好了 再来一个 boiling water 一个正在烧着的水 正在烧着的水 boiling water 所以大家看 主动正在进行 我们就可以用doing来修饰名词 好 那咱们在接着往下看 咱们试着自己练一下 我想说 一个正在睡觉的婴儿 怎么说呀 主动睡的 正在睡的 一个正在睡觉的婴儿呢 a baby 睡觉呢 a sleeping baby 对吧 那再来一个高端的词组 比如说我们中国 对吧 我们中国叫发展中国家 啥意思呢 自己发展的 对吧 而且是正在发展的 所以主动自在进行 可以用 a developing country a developing country 一个发展中国家 a developing country 好 再来一个词组 我说一位女士 Omen 什么样的女士呢 穿着白色外套的女士 女士老师这也太长了吧 这种一个doing能表达清楚吗 不能 因为大家注意啊 doing 做成分的时候 不一定非得只能用一个词doing 因为这个doing是从动作do变过来的 所以呢 这个do 它本来是可以凑成一个词组 do something 对吧 那当然 它变成doing的时候呢 也可以变成一个doing的词组 比如说doing something 做一个词组 来修饰名词也是可以的 那一个女士 Omen 穿着白色外套怎么说呀 穿可以用wear 白色呢 a white coat 那穿着白色外套 这个女的是主动穿的吧 而且正在穿吧 可以用什么呀 bearing a white coat 所以就有这样一个词组 就是 a woman wearing a white coat 穿着白色外套的女士 那这个时候同学就疑惑了啊 不对啊 这个为什么刚才那些doing都放在名词前 这个doing放在名词后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英语呢 就是非常好理解的一种语言 记住了 英语当中有个原则叫做理让弱小 所以你短你往前放 你长你往后放 所以看出来了吧 一个doing的词 那就放在名词前进行修饰 如果是一个词组呢 长得长 那就放到后面进行修饰 所以长和短就这样来进行选择的 a woman wearing a white coat 就可以了 所以呢以上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doing修饰名词 可以限定名词范围对吧 叫做定理 这个时候呢 表示主动或者是正在进行 短则放名词前 长则放名词后 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doing表示主动正在进行 那反过来说第二点 这个done 这个大家知道 done能用在什么地方啊 你看它可以用在被动以嗨当中 它当然就可以表示被动 它可以用在完成时当中 它就可以表示已完成 所以注意了 doing表示主动正在进行 而这个done呢 就可以表示被动 或者是表示已完成 比如说我们说这样一个词组 use the cars 什么意思啊 被使用的车 也可以说什么呢 使用过的车 可以表示被动 也可以表示已完成 对吧 也就是二手车的意思 对不对 好了 再来看一个词组 这个词组来自于第29课 a deserted car park desert表示抛弃废弃 car park表示停车场 所以合在一起呢 就是一个被废弃的停车场 不用了对吧 被抛弃被废弃停车场 a perfume field一片被耕种的土地 同样来自于第29课 a plot field 一片被耕种的土地 所以被动 已完成 被耕种过了 被动 而且呢 是之前耕种的 所以可以表示被动 或者是表示已完成 a developed country 咱们刚才说了 developing表示正在发展的国家 发展的国家 那developed 被发展完了的 那啥意思啊 发达国家吧 a developed country OK的吧 好 这是这个down 好 那咱们在接转下说 咱们在接转下说 我想说 被浪费的时间 这个人怎么说啊 waste 浪费 time 时间 那被浪费的时间呢 wasted time wasted time 好了 再来一个长一点的 一辆车 a car 被叫做蓝鸟的车 这个词组是借鉴词72颗 被叫做蓝鸟的车 a car 被叫做呢 cord 蓝鸟 bluebird 注意cord bluebird 很明显这是个词组 那当然不能往前放了 别往哪放了 往后放 a car cord bluebird 被叫做蓝鸟的车 修饰车 对吧 长得长放后面 好 所以大家看下了吧 dun很简单 表示被动已完成 短放前 长放后 那么特殊的情况呢 有 有一些词 即使短也愿意被放在后面 比如说长得有两个 其中一个呢 就是本篇课文这个词 left 表示被留下的 被落下的 因为left这词 原本的意思是离开 那被离开了 数据被人就给扔下了 是吧 所以这里表示 被留下 被落下的 the few people left 表示被落下的少数人 这个词呢 你看它短 但是它就专门放在后面 表示剩下的 剩余的 大家应该有印象 就是give这个词给 它的过去分词 given given 表示被给出的 那个呢 也跟left一样 专门用在后头 一定看它长断 好了 那关于这个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 注意本篇课文当中 出现的两处 我们在这里提醒 给大家讲了 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稍后呢 还会给大家讲到 大家可以使用一下 用动词 doing和done的形式 来修饰名词 做定律 注意哦 就不做谓语了 所以以前呢 我们都学的是谓语动词 谓语动词 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好了 本篇课文呢 只要给大家讲了两件事 拓展的两方面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主动被动 可以相互互换 有了之前学过的 跟实态语台相结合的 这语台形态界 结合的这个基础 我们这个主动变被动 很容易 注意区分区别 然后呢 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doing done 怎么样修饰名词 做定律 哪个表主动正在进行呢 doing 哪个表被动已完成呢 等等 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本篇课文当中 还有一个 不规则变化的动词 有人说老师这么少吗 注意 因为之前的课文当中 我们已经给大家 把不规则变化动词 总结的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会发现 往后学习越来越轻松 本篇课文就一个 没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这个词hear 听见 他的过去是过去分词 分别是加了 都是加了字母D 读一遍咯 不要读成hear的 读成heard 好了 以上就是本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耐心聆听 我们下期课见 拜拜